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为数不多没有发表小作文告别角色的金晨 最终选择此演第三季 显然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事情 毕竟现如今的金晨 早已凭借着孤注一致迎来了事业飞升 后续也还有着诸如凡人修仙传等女主剧代播 着实是不需要再来应凑庆三的热度 如果说在庆三中是可以被遇见的各种质疑声 那还不如趁早退出 保住自己的口碑和路人员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而若金晨真的此演庆三的话 那叶灵儿又该由谁来出演呢 虽然有不少网友提议让第一季的韩久诺回归 来继续出演这个角色 但此前的换角争议历历在目 韩久诺也发文控诉了剧组不公的情况下 回归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此 金晨一旦退出第三季的拍摄 我们必定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叶灵儿 在相关网友的爆料和提名中 陈瑶与范帅齐两位当红小花的呼声 无疑是最高 也是最让人惊喜的 首先就是陈瑶 虽说在九十花中 陈瑶的人气不算太高 但甜美清新的外形 加上不断成长的演技 陈瑶确实有着非常强劲的综合实力 而且对于类似萨爽霞女类型的角色 陈瑶无疑有着更为丰富的表演经验 在月红片中的造型就非常符合叶佳小姐的形象 若由她来出演 在角色代入方面或更为的出色 再者就是范帅齐 作为这两年上升势头续猛的小花 范帅齐既有着非常出挑的颜值 也有着不俗的演技实力 而且在清清日常大凤打更人等多部古装剧中 都是又美又撒的 若由她接替金晨出演叶佳小姐 在舞池这个属性上显然会有着更高的还原度 这两位不论谁最终来出演庆三 或都将被剧集带来更多不一样的看点 毕竟不论是从古装的驾驭度 又或者是与角色的契合度而言 甚至在演技方面的表现 陈瑶与范帅齐或都要比金晨来得更为出色一些 若真能换人成功 无疑将会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 当然了 庆三目前仍在筹备之中 距离预计的开机时间也还有一段距离 究竟最终金晨是否会退出 退出后又由谁来接替 我们也只能是等待后续官方的消息了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事情 或就是庆三在剧情方面会更为的精彩 也会有着更多全新角色的登场 将会是又一部古装王炸的水准 庆余年二完结的如此仓促 完全让人没反应过来 本以为下江南的片段会有个了结 没想到只演了一半 虽然结局的时候三大方收回来了 范贤的真气也回来了 但名家母子的线却藏起来了 这两人的结局也成为第二季留下的主线悬念之一 至于庆帝和陈平平翻脸 包括《大宗师之战》 估计都会放到第三季 编剧《王卷》也说了 大家想看的戏份第三季都会有 而且第三季也是庆余年剧版的中片 如此来看 第三季的内容量应该极大 节奏也不会再和第二季一样拖沓 对于大家关心的演员阵容 庆余年三怕事也要有所改动 张若云 郭麒麟 陈道明 吴刚等重要角色 肯定不会动 毕竟这是这部剧的精华和看点 保持原班人马才是大家继续追剧的动力 但既然第三季 而且也会有新的角色加入 那么新演员必不可少 此外 第二季《中延冰云》和叶灵儿的扮演者 被换脚的呼声也比较高 毕竟演技的确一般 而且京陈的形象和叶灵儿也相差甚远 目前 网传的消息是 庆余年三剧方已经向范帅齐 胡军 昌龙 张彬彬 赵昭一这四位演员抛出橄榄枝 虽然角色尚未有消息传出 但从网上讨论也能猜测一二 胡军作为实力太戏鼓 出演的经典角色多部胜数 和张若云也有过合作 在《雪中汗刀行》中饰演的徐潇 更是深得观众认可 演技气场全部一流 所幸 胡军并非流量演员 所以来参演庆余年三还真有可能 至于角色 也不难猜 第三季中重要的几个角色除了已知露面的 就是苦和和四顾剑这两位大宗师了 以胡军的气场 怎么着也是其中之一吧 张彬彬和昌龙都是新生代演员 适合他们的角色也并不多 从目前的主线来看 一个是明家的私生子夏七妃明七爷 另外一个则是四顾剑最得意的小弟子王十三朗 前者是范贤彻底收服明家的关键人物 也是范贤选出的新代演人 后者则是酒品上的高手 帮助范贤对付庆帝的重要角色 赵昭仪这两年热度不错 如果出演庆余年三 不排除饰演新角色的可能 当然 也有消息说会出演叶青梅一角 不过叶青梅这的角色只出现在回忆中即可 所以大概率不会启用新演员 如果剧组向赵昭仪发出邀请 那么只能是第三季中的新角色 最后说说范帅奇 更多的消息都指向了他会饰演新叶灵儿一角 说来也好笑 分明叶灵儿并非剧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因为第二季换人 让这个角色的热度空前高涨 这直接导致了大家强烈要求第三季叶灵儿换人 毕竟肖战咖位变了不来演员兵于夜就算了 叶灵儿的演员从小咖换成大咖 但和角色的匹配度却不如前作 甚至演技也并不及格 观众们怎能忍得了 如果范帅奇来演叶灵儿 问题还真不大 虽然名气不高 多是饰演配角 但范帅奇参演的都是山海情小舍的开端 这样的口碑作品 去年在刘亦菲的去有风的地方中也美了一把 更重要的 如果范帅奇来演一席红衣的叶灵儿 那么对观众来说就是十足的福利了 毕竟青青日常中的上官镜就是范帅奇的代表角色 一席红衣轻松拿捏 美艳又不失性感 而且也是五刀弄枪的女游侠客 和叶灵儿的角色契合度十足 最重要的 范帅奇饰演的上官镜有那种英气 和第一季中的韩久诺又有些相似 如果第三季范帅奇来演叶灵儿 无疑会让大家感到惊喜和满意 当然 如果能让第一季的韩久诺回归自然更好 但可惜没背景小演员一枚的他要想再回来 怕是不大容易 赵章若云和编剧王卷所说 第三季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简言之就是一两年的时间 所以大家就静待佳音吧 也希望这一两年的时间 张若云能把雪中汗刀行第二季给补上 毕竟也又快三年了 可别让张无忌这个称谓 真的流传下去 对于新叶灵儿的人选 大家是否喜欢 你觉得最好的叶灵儿又应该是谁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